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修复 它可以让屋主很好去维护 我会建议我们选用工种单一耐用 那对日后的维护清洁都比较方便的建材 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农历心灵要到了耶 那大家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装修自己的家 让家里带来新的气象 不过啊市面上的建材有百百种 民众在挑选时常常会面临到 不知道要选哪一款建材才好 而且未来装网好后还有实用性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知名的室内设计师 要分享资深的案例给大家一些建议哦 大家好我是基辛怡 我从事室内设计已经有15年了 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带给客户一个美好的家 我们通常都会从材质下去做着手来规划 让客户有一个更棒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那听说就是装网好的家 如果没有细心的维护或者是定期的保养 很容易就会有刮痕啊还有污垢这些的 那就会让本来状况好的家变得看起来不太好看 那像这部分的话设计师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武器 它是富美家的Phoenix 这个材质其实它可以让整个住家看起来是比较沉稳的 它是雾面的 然后非常的耐看 然后又不退流行 那也很适合去衬托出业主的气质 然后也可以让我的案子又加分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可修复 它可以让屋主很好去维护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常在寻用这样子的材质 那想问设计师这个材质啊 还适合用在哪些地方 它其实蛮适合用在像 主题的电视墙 或者是你家有一面背墙 或者是像中导 这些都是比较常会被使用到的 以这个案例来讲 像我背后的电视墙 还有我前方的中导柜 还有它的置物柜 甚至于是隐藏门 我都使用了这样子的材质 那为什么会大量的使用呢 第一个是它好修复 那它好修复的话 它可以用一点热水来做一点热修复 那相对的又比油漆来说 油漆可能我们稍微碰到一点水 假如你是用水泥漆的话 它可能就会留下一些痕迹 那像这个材质的话是完全不会 包含家里有小孩的小朋友 我更是推荐这样子的产品 还有那个热修复的部分 我觉得你一定要亲身的试试看 叶子我今天有准备了一块板子 这块板子就是我刚跟你说的finix 我旁边有准备一支叉子 你先试试看 好 它真的可以修复吗 可以可以你相信我 它真的很可爱 我们都是这样子测试给客户看 我旁边有准备了一个热水壶 目前温度大概在70度左右 再多一点点 对对对对 针对你刚刚有刮的 这样子就可以修复了 对这样子就可以修复了 它消失了 你看它很神奇吧 好厉害喔 它消失了耶 我刚刚刮其实蛮大力的 刚我们体验完finix的热修复啊 觉得它很厉害 而且啊 刚跟我摸一下它很温润 非常非常有质感耶 对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小朋友 对 我就有用了一个富美家的 叫做磁性板的东西 磁性板是我们一般在木工阶段 就会直接让它上墙去 那它其实它可以取代的是像磁性漆 磁性漆其实它用完的时候 它必须还要再上一层的油漆 那整个这样子上完了之后 其实第一个它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那它的造价也有可能会比我们的磁性板来的高一点 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我就选择了富美家的磁性板 蛮适合用在亲子的空间里面 比方说我可以在上面吸磁铁 可以在上面写写东西 留言给我的家人 创造出一个很棒的一个亲子互动的空间 近年来呢 许多民众因为预算的考量 就会改采自己发包装潢的方式进行轻装修 然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室内装潢的经验 再加上对建材认知也不太多 这时候木工师傅就非常重要哦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木工职人刘阿光 分享他的自身经验 师傅你好 你好 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木工职人刘阿光 我从事这个木座工作已经25年 对我来说呢 把客人的想象具象化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 那师傅我想问啊 现在比较多人因为预算的考量 所以会改采自己发包装潢的方式进行轻装修 那我们这些外行的遇到内行 会有时候会有一点沟通上的障碍 那师傅你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毕竟一般的消费大众 对建材都不是那么熟悉 那我们通常会先了解说 客户的需求 然后再来推荐适合的建材 室内的饰材的话呢 我会建议我们选用工种单一耐用 那对日后的维护清洁都比较方便的建材 那想问一下师傅推荐哪一种食材 像我的话就蛮推荐布美加的产品 因为他们的产品很多样化 火力客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没有接缝 它就是一个大板 在施工上也比较单一 是木座就可以完成了 它是属于干式施工 就是你在原油的墙面直接贴上去 而且它具有防火耐难一级的效用 所以它非常适合用在厨房 我们过去厨房都是这个贴瓷砖 那瓷砖最让人过病的就是瓷砖缝 油烟啊什么 第一个就是瓷砖缝会先变缓 有的更严重的就会卡垢 那火力客它就是一个大面积的板材 它就会减少这些瓷砖缝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它的施工非常的简单 它只需要木工来处理 那它在美观跟清洁上面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想问师傅就是在门啊柜体这些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门跟柜体是最常去触摸到的地方 我就会推荐比较 耐磨耐脏好整理的材质 富美加的Finix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材质 我们现在最流行的隐藏门 因为它是无把手的设计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手直接去推 那最趴的就是留下指纹 那Finix完全不会留下指纹 而且它对于这个油污抗污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使用在储具上面也是非常适合 它的胶有没有含甲醛 其实很多人都会误会说木工的胶是有含甲醛 木工最常用的就是强力胶 强力胶它其实本身是不含甲醛的 现在家庭都很注重环境卫生的问题 师傅有没有什么推荐 像富美加它大部分的产品 都有抗菌防媒的功能 所以在居家它是非常安全的建材 现在疫情时代大家都很注重居家环境卫生 所以用富美加的产品就会让我们住得安心 然后又很放心 是而且富美加它是一个全球知名品牌 那它在台湾也有自己的工厂 所以在日后的维护啊保护啊都非常有保障 居家庄房我唯一推荐富美加